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講到健康 你會發現電視廣告當中 老是有一類保健品 要大家補蓋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統計資料顯示 國人有八成以上的成年人缺鈣 那小朋友跟老人 還有停經後的婦女 幾乎是百分百 這個鈣質含量不足 可是你知道嗎 鈣的這個攝取 跟我們的骨頭 跟我們的牙齒息息相關 還跟我們的睡眠品質 還跟我們的生理機能息息相關 缺鈣到底會有哪一些影響 那怎麼樣健康生活來補鈣呢 待會兒這集的健康 生活就會一一跟觀眾朋友 來分享 今天我們一起分享的有七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劉國雯醫生 大家好 再是嘉醫科的醫生好朋友 陳昕梅醫生 嗨 大家好 再是骨科的醫生好朋友 張耀任醫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是腎臟科的醫生好朋友 王楓銘醫生 大家好 再是我們的藝人好朋友 Julie姐 哈囉 大家好 再是我們的健康好朋友 譚敦馳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師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這個劉醫師 這個台灣其實女生骨質疏鬆的案例很多 那實際上這個我們傳統覺得很多老人家的老土牛 那個也是骨質疏鬆的其中一個現象之一 那普遍來講國人確實嚴重缺乏的是鈣質 那鈣質跟骨骼還有牙齒的健康是息息相關的 相關的非常緊密 我們講就是說可能國人不知道 我們現在骨質疏鬆的比例真的非常高 那你講說骨質疏鬆一定是老人家嗎 其實不是 我們先講一個骨頭的健康 我們骨頭裡面有兩種細胞 一個叫生成骨頭的細胞 叫成骨細胞 一個叫做破壞骨頭的細胞 叫做這個破骨細胞 這兩種細胞來講 在我們35歲之前呢 你成骨細胞是非常活躍的 所以你會增加骨頭的密度 但是35歲之後呢 你的這個 我們破骨細胞的這個狀況 會比成骨細胞還更強一點點 你的骨頭開始被破壞掉了 所以35歲常常是一個界限 好 OK 如果你在這個35歲前呢 你沒有把這個骨頭 好像這個給他多蓋補充夠的話 你的骨質流失非常快 你如果35歲再不穩 哇 流失更快又加快 那到底什麼那些危險群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 那第一個叫我們老化了 那尤其是女生 但我們講女生來講 大概在這個45歲以後 我們要面臨這個更年期 更年期的Eastrogy 就是我們持續下滑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的骨質流失非常非常快 第二個來講 生育哺乳過度 我們常常講鼓勵媽媽要自己要餵母乳 這是正確的 可是我們有一句話就是說 生個小孩掉一顆牙齒 生個小孩 又如果說假設在 哺乳非常勤奮的話 你又不能蓋的話 其實呢你蓋流失非常快 骨質迷都會非常困擾 所以哺乳的媽媽 餵母乳的媽媽 他需要的 蓋的含量也要更多 這個我馬上去講個案嘛 其實我就上禮拜 有一個來做營養質詢 那個媽媽 他算中華民國一個頒獎給他 因為他生四個小孩 對那四個小孩 他說他們活得很開心 那問題是他三十六歲 他來找我是為什麼 因為他幾乎 因為他每個小孩 他的親自餵母 都餵了一年以上 四個小孩很勤奮 然後頒獎給他 對 真的這樣子 可是他問題來了 他說那天他覺得骨頭痠痛 他覺得好像好像身高有矮一點點 然後他現在帶他去醫院去找骨科醫師 他痠痛 骨科醫師說 你奇怪 我覺得你怪怪的 做骨密 我們這骨質密度 這個一般來講 大概是-1.5是流失 -2.5就是骨質疏鬆 這個媽媽三十幾歲 已經-3.1 很可怕的事情 他那個骨醫師趕快要打 打一種這個沉骨的一種 幫助增加骨質密度的藥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假設你生育 OK 又哺乳 又不哺公鈣的話 骨質疏鬆 其實要小心 另外一個洗腎的患者 其實洗腎來講 因為我們在 我們這樣講 腎臟的功能非常重要 因為他不是光是排尿而已 他一般來講 譬如我們在形成維生度低 低來講 我們在這個經過曬太陽 你一定要經過一些肝 或是腎臟 才能變活性的低 還可以把你的鈣 做一些疏鬆 所以一般洗腎人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常常會 骨質疏鬆的問題 長期服用內固醇的病人 這些患者來講 在免疫風刺科的病人 最常見 一般紅斑腺狼瘡 類風刺性關節 這患者 那醫生用必要的手段 用內固醇 可是他又沒有去補充到這個鈣 結果骨質疏鬆也非常嚴重 不過我們常常講說 那我們要補充鈣 那鈣到底有沒有吸收率 有沒有什麼相關性 很多人關心這個問題 所以我常常講說 年期一點去補鈣 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不同年齡層 所以人隨著老化 連吸收鈣質的程度 都會老化 對 沒錯 如果大家60到70歲 在補鈣 其實你一樣補充300毫的鈣 他吸收率非常非常的不夠 所以我建議大家 就特別要認識這個 骨質疏鬆的問題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從年輕儲存骨本 這才是健康的 那問一下張醫師 剛剛講到說 其實女生容易在更年期之後 因為這個鈣質的流失 骨頭的這個骨質疏鬆 面對的是很大的壓力 那傳統上 我們覺得也不只女生 很多男生老了 也會老倒牛 就是說男女 其實骨頭的這個狀況 跟鈣質的流失 到最後會影響到健康跟身高的 沒有錯 我們常常在門診 會看到一些 大概是七十幾歲老婆婆或老爺爺來 他就說醫生全身痠痛 我但不然身高變得老倒牛 他都認為是正常的 老就是倒牛 好像是一個自然現象 事實上我們來補充一下 剛才我們的劉博士告訴我們說 那麼女性在停經期之後 真的我們的骨質會溜滑梯 所以50歲以後很容易崩盤 這個就是像我們主持人講的 溜滑梯有抖有緩 在35歲之前是達到高峰 所以我們都奉勸我們的女性朋友 各年齡層都要吃飽 不要因為我們要瘦身 要美麗 然後就忽略營養攝取 跟鈣 以及美麗質 以及維他命D的補充 那麼之後呢 還有負重的運動 因為你到35歲之後呢 你慢慢會每年大概是 0.5到1%在流失 那停經過後 那個波度又更陡 大概每年大概是1到3 那你知道老年的時候 大概男女就差不多 那麼老豆Q事實上呢 他是一個無聲的殺手 為什麼 我們來看這個圖喔 事實上老豆Q不是自然的喔 他很可能是我們多重的腰椎 或者是胸椎的骨折 那造成我們的椎體的 蟹形變化之後 他慢慢的減低他的身高 頭腕先頸 有時候甚至容易造成跌倒 那麼我們常常在教科書上 說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常常從母親的骨盆出生 也常常從我們骨盆的骨折回家 為什麼 我提供大家一個數據 如果我們的長輩發生寬部骨折 一年內死亡率大概20% 五年內存活率大約也只有20% 所以比癌症存活率還低 所以很多老人家不能跌倒 跌倒真的會傷很大 對 假設你已經骨質疏鬆了 我們再提供大家一個數據 大概三分之一的婦女 一生當中會發生一次 骨鬆性的骨質疏鬆 而且所有的骨折當中 50%都是屬於骨質疏鬆型的骨折 所以要防疊要補充 那麼這些人自然卧床了之後 因為他骨折了 就算治療他行動力不變 對 什麼管子都上來了 吃不好比胃管 尿不好包尿布或者是擦老尿管 呼吸不好 得肺炎了 開氣切 又給後背照顧 給很多人照顧 心理又不舒服 我老的沒用 拖累我的後背跟別人 所以心理又憂鬱 所以造成很多的病發症 像入瘡 像感染 所以骨質疏鬆預防跟治療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來我們譚老師就要分享一個 健康補鈣的好料理 對 那這個是丁香魚 那丁香魚我們要 因為它比較鹹 那其實不要吃太鹹 對 要洗過 然後我們就是把它炒乾 炒乾 對 不要太鹹 因為太鹹也會把鈣帶走 所以我是不吃鹹 那我們就一點就好 那我們就把菇類也下來 所以這個 湯老師今天是健康的 南洋風味的高鈣海鮮湯 老師今天準備了 魚肉跟一點的海鮮的食材 對 所以這個時候拌炒這個菇 老師你還會額外補鈣片嗎 我沒有 我就是三餐 因為我們因為在醫院工作 所以我們都會去量一下 那個骨質密度 那因為我雖然是比較瘦 骨架比較小的 但是因為我都是吃均衡飲食 其實因為我乳糖不耐 所以我並不喝牛奶 所以我就很滿在意的 所以你就補其他食材的鈣質 對 我就是靠這個食材 然後每餐裡面都有高鈣的 然後其實我骨質密度都還不錯 對 而且我覺得有一些女生怕曬太陽 也會影響到骨頭的健康 對 其實這個過度的防曬也會傷害到 對 我其實一定會有一段時間 去曬太陽 然後去做這個運動 增加這個就是 骨頭跟肌肉的這一個健康 對 老師現在爆炒了這個菇 炒香之後我們放一點油 少量的油 對 然後我們就把洋蔥跟番茄下來了 好 洋蔥跟番茄 讓它爆炒炒香 對 爆炒炒香之後 老師準備了這個是大塊的番茄 我們今天有兩種番茄 一個是小的一個是 那這個我用的是新鮮的 這個就是乾燥的這些檸檬葉 然後南薑 就是南洋風的這些 我沒有用這個醬料 我是用新鮮的東西 這個是南洋風的檸檬葉的香料 這個是一般的超級市場 或者東南亞超級市場 買得到的乾的香料 對 其實現在滿多的 就會有這一些 那如果你不喜歡這樣子 就是這樣看得出來 這個香料的話 我有時候在家 會用布包把它包一下 就是用那種綠茶的茶袋 或者是布包把它包一下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水 因為番茄炒一下油脂 然後我的洋蔥喜歡那種脆脆的 所以洋蔥你沒有炒得太爛 沒有 因為我覺得脆脆的洋蔥比較好吃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時候 就讓它稍微滾一下 然後再放這些海鮮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滾它燒湯的同時 請教一下劉醫師 我們傳統都認為 這個補鈣好像要喝牛奶 剛剛唐老師分享說 他用乳糖不耐 所以他就會盡量攝取 牛奶以外的鈣質 對 我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先分析一下 喝牛奶到底可不可以補充鈣部 多少鈣 其實大骨湯並不是一個 很好的鈣的來源 平均要喝70碗大骨湯 你會發現當你懷孕的時候 好像我們建議的量會比正常再高 你一定要去加強補充它 不然可能會出現問題 產後造成的骨質疏鬆 我們看這個表就是說 一般如果以全職鮮奶來講 它如果100克 蓋的海鮮大概100毫克 那一般我們大概說 如果300毫克的話 就是300克就是300毫克 好 那它的吸收率 大概就是30%到30%左右 如果假如你一杯鮮奶是 裡面它的一個資料庫 一到三歲大概是500毫克 如果一般我們講成年大概就是說 你如果是國小高年級 開始就是1000毫克 那如果假設在那個 尤其是這個我們講 懷孕哺孤孤期間 甚至要增加1500毫克 這個概念來講 你剛剛如果喝一杯牛奶 是90毫克 那如果假設你到 假設要喝到這個500毫克的話 要多少杯 所以這是一個概念 500毫克要5杯以上 將近6杯 那如果成年人要到1000毫克 就將近要10杯 對 所以我們食物上來源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剛剛譚老師他裡面 你看我們講食物裡面 到底哪些有很好的鈣 他裡面我剛看了一下 其實老師都算過 對 丁香魚 沒錯 我們看一下這地方 如果說以他的那個食材來講 你看我們講 如果按照這個100克 來算推他鈣的含量 光要櫻花蝦就2859毫克 量非常高 但是你很難吃到100公克的櫻花蝦 我這概念 那像魚乾來講2804 那小魚乾也是一樣 2213毫克 那其他黑色蝦不錯 法菜也不錯 像三粉 奶粉我們剛講過了 那其實我們在一些裙袋菜 或者是豆干 豆製品裡面 他也是非常好的蓋子來源 所以有人說 那我不喝牛奶 喝豆香可以 我說可以 或者吃豆腐 豆干 沒錯 豆腐 豆干 豆包 豆漿 因為他裡面除了我們講的 鈣以外 還有他有一些少量的 我們講的翼黃銅 翼黃銅是可以在 停經後的婦女 是幫助他鈣的吸收 所以其實在豆類來講 我是可以推薦大家 如果在更新的婦女 可以盡量以這個豆類來 攝取鈣都非常好 好 那劉醫師 我們再看這張板子 換句話說 像台灣有一些人吃素 沒錯 那吃素的人 你要攝取鈣 就更容易欠缺了 所以你可能真的多吃 豆干豆腐 或者黑芝麻 這一類素的來源的鈣質了 你看我常常講的 早餐吃什麼 一杯豆漿加黑芝麻粉 對 馬上你鈣可以補得不少 就是如果你有牛奶的乳糖不耐 或者你有吃素的話 那你黑芝麻豆漿可以補鈣 很好用 像我早餐這樣吃就非常OK 好 那同一時間 我們譚老師 這一鍋南洋風的 這一個雞底的湯底 也燒好了 那香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剩下的這些食材 都放進去就可以了 因為這海鮮是很快熟的 所以為什麼 譚老師的全食物料理 總是種類豐富 因為其實那個邏輯就是 營養素的來源多元 而且豐富 對 我大概喜歡 就是三餐補到 不要就是只限一個時間去補它 好 老師現在 玉米 筍跟小番茄都下去 那一點魚肉跟這個 我們的蝦子跟蛤蜊 都可以最後下 你最後還準備了 小黃瓜跟九層塔 對 那其實小黃瓜呢 我大概會希望它是有脆感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開的時候 再跟九層塔一起下去就可以了 好 那燒它的同時 我再請教一下劉醫師 我記得我們在吸收鐵質的時候 動物性的鐵質 比植物性好吸收 就簡單講啦 吃牛肉比較容易吸收到鐵 那你如果吃紅鳳菜也有鐵 但是鐵質吸收率就差很多 鈣會不會這樣 鈣一般會收到你裡面 其他的 譬如說 我們講植酸 或是一些 它一些有基酸 它會影響鈣的吸收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來 你剛講說鐵 我們講動物性的鐵的吸收 可以到3%到4% 植物性的鐵 常常只有5%不到 OK 你的概念是說 那我鈣會不會受到影響 會 如果假設你吃有關鈣的東西來講 你又喝咖啡或茶 其實它會抑制鈣的吸收 那還有一些的食物來講 它偏酸一點點 會促進鈣的吸收 所以真的有點檸檬啦 或加進去 這些食材來講 它的鈣吸收會增加 所以有檸檬或者是有酸 可以增加鈣的吸收 但是咖啡一族 如果三餐都喝咖啡 或者咖啡喝到飽 喝久了 那個咖啡可能會代謝掉 一部分的鈣質 那它如果是長期這種習慣 就很危險 那更嚴重 我們看到office ladle這樣子 鈣又吃一點很少 然後這個一天就兩杯咖啡 然後開始做紋案 然後一直灌咖啡 然後又不曬太陽 又很瘦 就老得Q了 好 凯老師 我們這一鍋海鮮 這一個南洋風味的湯 都燒好了 然後這個是雪阿芳老師 就是小黃瓜就是脆一點的 對 這一招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然後我們這時候 其實就加一點九層湯 那檸檬汁是最後留下去 就是增加它的風味 所以當你要吃這一個 南洋風的海鮮湯的時候 你最後再滴一點檸檬汁 那這個既可以增加風味 還可以增加鈣質的吸收 對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我自己其實因為我很喜歡吃這個 南洋口味的料理 然後可是我很怕吃小魚乾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的個性 可是這兩個加起來 其實你就會覺得 小魚乾是很順口的 它配上那個南洋風味 那個鮮味其實就很OK 所以像我這樣子個性的人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很好 可以補蓋的一個好料理方式 所以十分的讚歎 那我自己今天想要幫這個 孕婦朋友們發聲 要特別跟孕婦朋友們提醒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懷孕的階段 其實剛剛劉醫師有提到一個 什麼人補充蓋的時間 你會發現當你懷孕的時候 好像我們建議的量會比正常 再高個200到500毫克 這個其實是有學問在的 我先跟大家講兩個案例 有一個是一個38歲 接近40歲的女孩子 她懷孕 算是有一點高齡的產婦 那她在懷孕的時候 她其實並沒有去刻意準備說 特別要補充什麼營養 她覺得她只要有吃 可以這個懷孕過程順暢就好 結果這種懷孕之後 她開始全身痠痛 然後有些地方會有麻的問題 那因為她其實一直都是自己 就是哺乳的 所以她一直就逐漸的駝背 那時候老公有一天看到她 覺得這個感覺怪怪的 感覺整個人好像 縮了一個階層 去醫院做檢查 她的身高從150幾公分 變到140幾公分 整整少了10公分 那同時她的 因為她會全身很多的 尤其下症很多地方麻 所以當時我做了一些S光檢查 就疑似多處有壓迫性骨折 那因為這麼年輕 你也有這些症狀 其實一般的醫生會擔心 是病態性骨折 就是所謂癌症 或是其他轉移造成骨折 結果搞了半天 她竟然是 她算是非常典型 非常非常特別的案例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假設你這個特別好的時間 你一定要去加強補充它 不然可能會出現問題 但我再講另一個案例 這是個三十幾歲的女生 這女生她就有概念 她懷孕 所以她就開始補充鈣粉 一直補充補充補充 覺得我一定沒問題 我補充得很好 結果後來在懷孕後 她就做剛才老師講的 這種骨密度檢測 好像她那個是可以算年齡的 她說她三十幾 她算她的年齡是67歲 她覺得整個人晴天霹靂 她想說 我不是已經在補充鈣了嗎 你們叫我補 我就補 怎麼會出現這樣呢 所以其實補鈣有屁股 我大概整理了三多跟三少的 撇步給大家 前三個就是多 攝取什麼 後面三個就是少 攝取什麼 我先講三多 其實剛剛都有提到 我們鈣質的所有的食物來源 其實是最好的 除了牛奶 或者是剛剛提到的魚乾 或是芝麻等之類 其實有些人會補充 一些鈣的什麼錠 比如說這三個 是我自己家裡帶來的 鈣片 鈣錠之類的 但是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食用心得 就是說 這種就是真的太大顆 而且很難吞 很難吞 然後其實會有一個味道 所以其實很多的女生 尤其在懷孕的時候 或者是年輕女生 真的要補充 吃了幾天就會退卻 所以後來我就買了另一種 攝定 比較小顆 對 可是其實攝定 它跟我們想像牛乳片不太一樣 還是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所以也是吃了幾顆之後 都要強迫自己去吸收它 第三個就是粉狀 鈣粉 如果因為這個 我不知道別人家的鈣粉 我自己買到的這個鈣粉很細 所以常常會嗆到 所以我說真的 我一個過來人的經驗 補充鈣真的沒那麼容易 所以最好的方式 其實還是像譚老師 用食物補充 因為又開心 你吃了又不痛苦 重點是它的吸收 也是比較天然比較健康 三度的第一個就是食物 或是各種的補充方式 第二個重點 我剛剛提到那30歲的女生 結果明明就有補充鈣粉 為什麼她到這個 去驗谷密度 竟然變成67歲 搞了半天 因為她其實 很注重自己的健康以外 很注重自己的外觀 所以她其實從來不曬太陽 所以其實曬太陽 它主要是可以幫助我們皮膚 轉化維他命D 維他命D在我們鈣質吸收 其實占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跟很多鈣質的運用 是有關的 所以假設你補了一堆鈣 可是它卻沒有辦法 正常的吸收到身體裡 其實等於白搭 等於是沒有用的 第三個其實剛剛劉老師有提到 也是今天這道料理 我覺得很推崇了一個精髓 酸性的東西 不管是檸檬 不管是柑橘類 不妨你在吃完飯之後的小點心 配一顆橘子 配一顆柳橙 甚至配一小杯檸檬水 它其實對鈣質吸收是好的 這是三多 三少 就是現在的人最喜歡的三多 就是現在人最多的三個 都是我們建議不要補充的 第一個是咖啡 其實我也是屬於這個 為什麼會知道我自己該補 就是因為我也是一個 咖啡攝取量非常過多的人 早中晚各要一杯 自己心裡也知道 那為什麼 是因為鈣我們在喝咖啡的時候 它除了利尿以外 它會利出很多的電解質 其中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電解質 所以它就把某一些電解質給帶走了 對 所以你都會覺得 我早上喝一杯咖啡 我下午就可以拍照 我下午就臉感覺刮子臉 一方面消水腫 一方面帶走其他的維生素跟電解質 一般人只以為是只有尿液 其實沒有 它的鈣質不知不覺的就會流失掉 再來很多人吃東西喜歡重口味 高炎 尤其一些女孩子 因為沒辦法碰重高熱量的東西 所以如果口味重一點 好像覺得舒服一點 比如說鹹水肌 比如說一些滷味 裡頭那個鹹味就覺得 好像可以平衡心裡 那個蔬菜的無聊單調感 可是一樣 鹽分本身也會把我們的鈣質給消耗掉 所以當你長久都屬於高炎的人 你小心未來骨子出眾的機會是會上升 最後一個吃太油 你就發現咖啡鹽跟油 好像大家都是特別喜歡的東西 原因是因為油 其實在我們腸胃道分解層 所謂的脂肪酸以後 它會跟鈣質直接在腸胃道結合 就排出去了 所以它根本就沒有辦法吸收到 我們身體裡頭 所以當你的食物裡頭 是清淡的料理的時候 鈣質比較有機會 可以從腸胃道吸收到體內 所以這三多三少 其實不是只有孕婦 我想一般人其實也相當受用 那問一下王醫師 傳統台灣人都覺得 喝大骨湯可以補鈣 那到底可不可以補 現代人健康意識抬頭 所以很多人因為腰痛 常常來看腎臟科 他們會覺得是腎臟的問題 結果一檢查出來 常常都是因為他們的 脊椎退化疏鬆 所以我自己在門診大部分 長時間看起來 不只是腎臟科 有一半也在當骨科醫生 因為跟他們講說 為什麼骨頭疏鬆 所以我在門診的衛教 他們講說 其實骨質疏鬆退化的話 有三大族群 年紀大 你不動 骨頭就沒有需求了 之前美國太空總署有做個實驗 雙胞胎 一個在太空一年 一個在平地一年 結果過了一年之後 帶太空的那些 因為沒有重力的牽引 所以他的骨質疏鬆 將近30%左右 這麼嚴重 對 所以老人家不動 骨質就會疏鬆了 第二個 剛才前面的醫生有講過 女生他們停經之後 第三個還很重要的族群 就是容易造成我們的骨質疏鬆 我們的個案來講的話 其實我以前在門診有個案 大概是一個六十幾歲老阿嬤 生功能不好 剛開始要準備要進行透析 可是我們在檢查的時候 常常發現 他的鱗都居高不下 鱗不是蓋 然後我們就百事不得其極 然後我們就大概 跟他稍微詢問了一下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們的學生要給他優好 所以大概每餐都會叫啥 都會喝大骨湯 因為他知道他媽媽好像為了洗腎 然後又再去做其他的 駕醫科檢查發現 他骨質有疏鬆的現象 所以就熬大骨湯給他吃 給他喝 其實不要忘記 其實大骨湯並不是一個 很好的鈣的來源 因為根據台大醫院的營養部 他們做的研究 你要 骨幹還是學問要特別注意 不能過量 我們在傳導都受到 高血鈣的影響 可是鈣質本身是可以 預防動脈硬化的 維他命K 所以他除了可以協助 蓋子吸收以外 他也可以保護我們 不要讓動脈硬化的產生 平均要喝70碗大骨湯 才能用第一杯牛奶的量 而且不要忘記了 大部分的人煮大骨湯 並不會把骨頭煮到爛掉 對不對 他只煮不爛 他只煮不爛 所以融出來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零 零 零這種東西在我們腎臟來講 是一個腎臟課的 病人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鈴移偏高的時候 容易造成我們的負甲狀腺抗禁 負甲狀腺抗禁的時候 會造成進一步的骨質疏鬆 然後會造成我們血管的鈣化 硬化 所以反而造成說我們在吃大骨湯 我們不以為要補鈣 其實會造成那鈴偏高 王醫師我打個岔 所以造成我們血管鈣化不是鈣 是鈴 鈣 它們合在一起 一起牽手做壞事 所以就變成大骨湯 不見得讓阿嬤補到鈣 可是又惡化了他血管鈣化的狀態 特別是生空能不好的患者 那接下來 阿方老師要分享一個 健康補骨頭的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櫻花蝦肉丸 對 做扇頭鍋 為什麼講扇頭鍋 今天剛剛劉醫師拿的那個 鈣子食物的一個含量表 裡面頭兩個明星在我手上 一個是這個櫻花蝦 對 整隻沒什麼肉 通通都是殼 都是鈣子 再來這個是一個扇頭食物 料理很典型的叫做冰香瓜 就是你會看到它是很薄的 然後很多刺 表示它怎麼骨頭很多 可是相對它也會有腥味 而且會刺 所以要會料理 所以今天我們開這個扇頭鍋 我就是想說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現在鍋子裡面 開始熱鍋 冷油再來放 但是我第一個動作是要洗這個扁魚 好 因為扁魚有腥味要洗一下 對 然後洗是洗它曬的那個泥沙 雜物 我們可以洗乾淨 可是另外一個作用就是我現在要開始去抱它的時候 它身上帶有一點水分 對 等會要請大家包含 它會產生水煙 而且會有腥味 對 那個水煙就是會把這個扁魚的整個腥味帶走的 對 一個最大作用 然後你不要熱油 你不要熱油才放 你熱油下去 那些水馬上啪啪啪啪 就炸到你了 所以你鍋可以微微的熱 可是把油稍微薄薄的一層攤平 然後它很扁 你就直接像這樣子 冷油的狀態下 我們把它放下來 然後現在油溫開始慢慢要升高了 對不對 它就會沸騰了 那些水 你要記得怎樣它就不會爆你 你去動它 對 那些水不在鍋子裡面 它就跑成蒸氣 對 你看它現在就開始啪啪啪啪了 而且水煙就開始出來 對 你爆它的時候 你那個筷子要快速的攪拌 讓它不要焦是不是 不是不要焦 是我要去鍋動這個油面 讓我剛剛扁魚帶進去的水 水的比重會沉在油下面 那我去動它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熱了 它變蒸氣 就跑掉了 那這個時候這樣子 就不會氣爆 不會那個水爆油爆爆到你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 你的冰魚品質很好 會很薄 然後你看看瓦娜娜 它變酥 它的骨骼 就融在我們的一個油鍋裡面了 然後水煙 你看到那個鍋子黑色 會看到白白的煙 那個白白的煙過去了 基本上就沒腥味了 那你如果說像我剛剛說要煮湯 你就這個時候拿出來 用一個吸油的紙巾 把它蓋起來 然後等一會放涼之後 就那個紙巾 把它稍微 來 好 我們來示範一下 要放涼 好 先放著 這兩條我們放著後面再補進來 我們看台菜很多肉 鯨 魷魚羹什麼的 也都會加這個扁魚 對 好 然後現在這邊確定了 已經都沒有水煙了 香味出來了 我們就對沖 好 熱水 我們來一點水 然後搭配扁魚 剛剛新美醫師也在講酸 這裡面在汕頭 他們用一個很經典的食材 搭配它的酸就是番茄 那有 我今天用了本地的 蚵器番茄跟牛番茄兩種 對 對 汕頭人也用扁魚做沙茶醬 多 對 對 麵 拌麵 那個扁魚弄酥了之後 那個麵 碗裡面撒一點點 你拌整碗麵就會很香 好 然後提甜味 玉米 玉米粒 然後這碗火鍋裡面 我還要擺芋頭 好 那這個三個煮料先煮的時候 我們先不蓋鍋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一蓋鍋 你的芋頭容易崩盤 哦 好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鍋繼續讓它燒 然後我這邊 放一點傳統的豆腐 對 再加一個 在這裡面 因為有扁魚的湯 它會有一點點的 濕度的油脂 來煮這個豆腐會很好吃 好 然後另外一個 這一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就用那個肉 吃火鍋的時候會用肉片 那我今天用了絞肉做肉丸 我要把這個櫻花蝦給放進來 好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用了絞肉 然後我們的櫻花蝦有前置作業處理嗎 要等會一樣 要拌進來之前 我現在水可以沖一下 好 就是一下 然後等會我們有準備太白粉 去拌它 好 所以櫻花蝦可以先買乾貨 然後要放進肉丸之前 再來沖洗一下 對 好 然後這邊呢 好 我們絞肉放了一點鹽 然後一點胡椒 好 然後放一點點的香油 一點點的香油 還有一點點的酒 好 基本的一點的去腥 我們不放什麼魚漿之類的 就直接下一顆蛋 好 大概多少的絞肉對上一顆蛋 我半斤多 我覺得一個家庭的半斤 一鍋啦 就是一個小家庭四口之家 半斤肉 然後到10兩左右的份量 像我今天這個是有將近10兩 因為我們現場人多 所以做這個肉丸子要有耐性 對 要這樣子打 對 同一個方向 其實還好 好 然後現在開始 你會發現它笨重了 你的手也酸了 對 就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 它的黏性也出來了 好 然後這邊背在這裡 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處理這個 櫻花蝦的部分 把水沖進來 沖 好 可以 好 稍微也是抓洗一下 洗掉一點髒東西雜質 對 然後把這個水分也是要瀝掉 那為什麼不早洗 因為一太早洗 整個的殼 它就會被你的水過度的靜置 整個的軟化 你的烹調效果就會大大的降低 好 所以要烹調的時候再來洗 對 好 然後現在這邊是不是有水分 對 我們要讓它跟肉餡 可以完全黏在一起 所以要加一點粉 我們稍微加少量的太白粉 讓它可以黏上去掛上去 對 先讓它 拍一點點的爽生粉 所以直接倒下去 它們不會化開 就是它會把水分帶給 帶給肉餡 然後就會放肉餡 我們已經沒有放魚漿什麼的 你會禍害人家的組織 那這個時候 芹菜 所以也會增加一點這個肉丸的口感 對 好 所以最後芹菜跟掛上太白粉的櫻花蝦 才下去 對 然後它是乾爽的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家裡頭 老老少少吃 然後做到這一個步驟 媽媽也可以拿來 就是只有單純的清蒸 蒸這個丸子 就一道菜 想必也很香 對 這個老人補蓋也很好 小朋友補蓋也很好 老人家沒有牙口的吃太難咬的肉 咬不下去 其實肉丸子又很好 對 然後我們這個要放進我們的 櫻花蝦肉丸子 所以你剛剛說這個肉餡 其實做成蒸肉丸也是很好的 對 就是直接 那只是今天是扇頭鍋 對 現在我現在是放在這樣子去煮 沒有用很多的湯水去煮它 然後等一會兒我們現在蓋鍋 它其實那些料 在煮芋頭的同時 就當成它的增價 再蒸這個食物 然後它蒸熟了之後 等一會兒我們要吃的時候 你可以再補一點點的熱水 因為它的湯頭都夠濃了 好 這樣我們要蓋起來蒸煮的同時 我今天就把 白菜再下去 對 高麗菜也可以下去 所以你也可以順便蒸煮 對 就蔬菜也一起讓它 蓋在旁邊 好 那現在就把它這樣蓋起來 好 就直接蒸它 通常要蒸煮多久 基本上它大概只要三分鐘 到五分鐘中間就夠了 水蒸氣出來 然後它就可以把肉蒸熟 再來我們把熱水灌進來 整鍋就可以上桌 好 那基本上時間到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聞到很香的味道 很香 真的 然後整鍋蔬菜也都包軟了 一點點的魚露調味 適度的鹽分調味夠了 然後稍微翻轉一下 就可以上桌來品嘗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這是一個充滿了鈣質魚的鍋 我覺得這個如果平常 把這種料理都入鍋 其實再配合一些運動 就不容易骨質出鬆 不過我們常常講說你補充鈣片 然後我們的鈣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鈣 吸收率也不一樣 我這邊提供一個資料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我們的鈣裡面大概有什麼 有碳酸鈣 檸檬酸鈣 磷酸鈣 還有人號稱胺基酸凹合鈣 另外還有乳酸鈣等等的 其實我們一般要看一個東西 有人會講說我的吸收率最高 你看 碳酸鈣吸收率是27% 是普通啦 但你看胺基酸凹合鈣 特別高 可以到80% 可是它有一個訣竅 你必須看這裡面的鈣離子的含量百分比 我舉個例子 碳酸鈣是40% 可是你看到這個胺基酸凹合鈣 15% 所以我再舉個例子 譬如說你今天是500毫克的鈣 如果這是同樣以碳酸鈣 或檸檬酸凹合鈣來比的話 500毫克乘以40乘以27%的話 其實以碳酸鈣等於說是 大概是57 54毫克 如果說你用這個胺基酸凹合鈣來算的話 一樣500毫克算下去 乘下去的話 大概是72毫克 可是你會覺得說我買的最好的 又貴了胺基酸凹合鈣 可是算起來的話 你的吸收也多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整個來講 像我是覺得 你不管一個鈣片裡面 如果有中和的 有碳酸 有乳酸 有檸檬酸鈣等等的話 其他的比例來講 就會比較漂亮 不過不管怎麼講 這鈣 不管它的離子含量 吸收率 還是要注意不能吃太多 我們碰過這個就是 有個老太太就是這樣 她就是老公 她去聽地下電台跟她講說 你這個骨子中做陽中 然後她就去買了鈣片 那鈣片一般來講是300毫克 她沒有觀念 她覺得她的骨頭塌下去 一天吃10顆 10顆好 那大概一個月送急診 她突然心裡不整 因為她的整個血管鈣化 還有心臟我們在傳導 都受到高血鈣的影響 我給她急救回來了 就跟她講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骨鈣還是學問要特別注意不能過量 所以Julie平常會在意補充鈣嗎 我其實也是這幾年才開始意識到說它的重要性 因為我其實都有做體檢的這個就是 每一年喔 我幾乎都會做一個大體檢這樣子 那我以前也不是為了省錢 就是那個好奇怪 就是股值這個測股值的這個 我就會覺得說要加錢嘛 然後我想說那應該不太需要吧這樣 後來醫生就跟我講說沒有 它真的很重要 因為一旦你鈣流失了就補不回來囉這樣子 就有點嚇我 後來我一去測不得了 真的是富 真的喔 對然後呢 你看起來很健康耶 對我其實其他功能都很好 他就說可能你就是沒有在就是曬太陽 其實我就是很怕太陽 因為我怕會長斑啊 又怕醜啊什麼的 所以他就覺得說OK 那你既然這樣你現在開始就要注意 你就可以維持 OK就是我不敢說我會多厲害 可是我起碼要維持 然後呢我就覺得說我要開始就選擇吃很多不同的概念 再加上這幾年我會特別覺得重要 是因為家裡我們有三個老人 對不起四個老人 公公婆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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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老公爸爸媽媽 都是到了這個年紀就是說他們都沒有很注重這一方面 尤其在飲食方面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說我在食材裡面加這些料理進去 其實對他們來講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可能對小孩還有幫助 所以我就開始在尋求這很多不同的概念 然後呢就剛好那個時候我媽媽就不小心摔跤 我媽媽其實那時候還不到70 然後她摔跤之後我覺得也還好只是崴了一下 就一去醫院照了之後 發覺說她這個腳踝的地方整個是骨碎了 對然後就需要開了三四刀 把裡面的骨頭對就是清就是清乾淨這樣子 其實她大概有半年的時間行動都不是太方便 然後我都必須要又依賴輪椅或者是就是助力來幫她走路 我就覺得說這樣子真的很辛苦 要出去玩也玩不動 然後我就剛開始就去那種大超 那種美式超商我就買那種很大片的鈣 要不是回到家吞不下去的吐出來的 反正就是一堆問題就出現了 後來呢又有朋友跟我講說 那如果你不能吃鈣的話太大 那你可以試試珍珠粉啊 吃了又會變漂亮 這一聽啊開心了 我就自己就買了一瓶來吃 不便宜哦 一瓶也要四五千塊錢 問題是你怎麼可能供家裡四個人吃 吃下來還得了嗎 對不對 而且後來就有朋友跟我講 也是醫生跟我說 他說你這個裡面的成分 你不知道有可能會有重金屬什麼 你沒有辦法一一的去檢測它 所以你還是要很小心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這樣也不行 怎麼辦呢 有剛好一個朋友他就在做就是要品類的 他就跟我介紹 他說我跟你說 他說現在這一種這個有一個新的這個就是鈣粉 他說質地非常的細膩 然後味道又很好入口即化 我說這個好 因為我女兒本來他們都不吃 我媽媽他們也都不吃的 後來我拿了這個之後 他們就覺得味道真的很好 你看我倒出來給你看 你看它的粉末很細膩 這樣就比較好吞了 比較不會吃一大片鈣片卡在喉嚨 不會而且它的味道是很容易入口的 所以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 完全沒有弄我之前吃一些鈣片會有什麼蝦味啊 魚皮味啊這樣子的東西 它就是非常容易入口 所以我就想說這樣很簡單 家裡就每一個人 而且荷包也不會太傷 對 所以補蓋對於這個家裡頭老的小的年輕的或者中年都有影響 對 其實剛剛Julie姐講到我兩個東西很有感 第一個是我其實也有買過這個口角錠 這個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第二個是這個我媽媽她當時 我媽媽還不是70她60而已 她有一天是突然傳簡訊 她還有辦法傳簡訊 她跟我說我剛剛在那個她去拜拜 那拜拜的樓梯其實不會很陡 是很短 對 她一個不小心就跌倒 可是她敘述是跌倒 她只是輕輕的把手放在地上 可是手腫起來了 所以她就給我拍照 她的手腫成大概1.2倍 其實也沒有很大 她說那我需要後續處理嗎 還是我去給復健推拿什麼就好了 我說不行不行你去看 一看一條橫線 它就是直接我們所謂的骨折 那其實現在的 我相信大家還是蓋這個東西 是你不管你去藥局 你去保健食品的一些販賣的地方 一定都會有這個東西 那當然怎麼選擇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這個問題 我剛剛提到說我這個口嚼定 我跟Julie姐一樣很有感 是因為這個是我也覺得 終於可以吞得下去的 但問題我吃這個 因為通常其實 像我們剛剛算的劑量 你會發現 一天有時候可能要吃到很多顆 像是要吃到6顆 才會有效 如果以這個劑量來算的話 可是我自己就是 我吃了之後 其實腸胃道覺得不是很舒服 所以其實我們除了看鈣質的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碳酸鈣 檸檬酸鈣 氨基酸熬合鈣 它的吸收比率 剛剛其實劉醫師有算過 它的吸收比率其實並沒有 真的總共的鈣質並沒有說差到很多 但是如果你本身有腹部問題的人 腸胃道問題的人 你會容易腹脹 或容易覺得腸胃不舒服的時候 檸檬酸鈣其實是個還不錯的選擇 因為其實像這個是碳酸鈣 我真的只有研究這是碳酸鈣 我自己吃下去 腸胃道的感覺就是會覺得悶悶的 有一點點不舒服 如果你是像我這樣的人就可以這樣做 第二件事情開始 其實我覺得就是一些補鈣的一些屁股 其實我們發現鈣質它在有一些情況下 它的吸收是比較好的 第一個它跟鎂搭配 對 鈣跟鎂的比例我們建議 如果你去這個 不管是買的時候 一定要聰明的看 2比1或是3比1 它相對下的吸收效果是比較好的 第二件事情是 其實鈣有很多的激轉 為什麼我們說吃進去 有些人吸收不了 有些人吸收不了 跟很多維他命有關 第一個維他命K 我們知道鈣質其實它是一個好 也可能不好的東西 一旦它跟零結合 變成所謂的動脈硬化 可是鈣質本身是可以預防動脈硬化的 維他命K它除了可以協助鈣質吸收以外 它也可以保護我們 不要讓動脈硬化的產生 所以假設有些老人家 擔心自己有這個 現在心血管有問題了 或腎臟有問題了 你還要再補充鈣的時候 這個維他命K其實相對下比較好 那不知道的其實在食物裡頭 蔬菜裡頭 其實就含有所謂的維他命K 第二第三個是維他命C 維他命C其實我們剛剛都有提到 維他命C本身在鈣質吸收的時候 如果我吃完飯這個裡頭 含有很豐富的鈣 飯後來一顆含有維他命C的水果 就協助鈣的吸收 所以假設你在補充鈣的時候 你加點維他命C 它是有效果的 最後一個大家都知道 維他命D 一開始譚老師的料理有 而且現代很多人 維他命D有濃度都不夠 其實幾乎都不夠 我到現在來我們診宴的 沒有一個過關 除非它本身有在補充鈣質 維他命D這個東西 真的喔 這麼嚴重這麼誇張 對 所以其實維他命D在台灣 尤其是我們的有太陽 都是很熱很毒的太陽 所以大家是不願意出去 而且現在發現曬的時間 最好是日震當中 所以他就更不可能 在那個時候出去曬 那其實剛一開始 譚老師的那個料理裡頭 是含有菇類 菇類其實本身是 比較少我們在這個食物裡頭 可以含有維他命D的 或是一些魚類有 所以可是一般人 不一定會吃到的時候 記得你在補充鈣 其實你不妨曬個太陽 補充點維他命D 它的吸收也會比較好 而且因為我覺得說 家裡除了老人家 小孩子其實也要顧 就是那個鈣的部分 因為我以前覺得 小孩子他就是曬曬太陽 他自己就會長 後來就是帶我女兒 跟我兒子去檢查牙齒的時候 我女兒就很容易蛀牙 然後牙齒就比較軟 然後醫生就有跟我講說 他可能就是比較需要 補充一些鈣質 然後我才發現說 原來鈣跟牙齒 還有很直接的關係 那我就想說 好吧 那既然這樣 那全家 我選擇了這樣子的鈣粉的話 那全家都可以使用 而且我們家小孩 就是很挑食 我女兒她現在都已經大學了 入校 對 二十歲了 對 我管不了她 我每天視訊說 你吃了沒 她就會打開 她就說吃了吃了 她就覺得說很容易入口 然後她也就是補充到 她需要的鈣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最主要說吃起來安心 是因為這個藏牌 它其實是有SGS的認證 然後她有通過無塑化劑 那主要是說 你知道在過年過節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要送什麼 你不要再一天到晚 再送一些什麼 水果 紅包 就很沒有誠意 我就覺得說 在母親節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這樣子的東西 譬如說來送給我的媽媽 我婆婆 對 我爸爸這樣子 然後全家都顧得到 謝謝Julie的分享 那節目最後 劉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叮嚀 對 我們要保骨本 有幾個事情要注意的 還是要運動 要戒菸 飲食來講 不要吃太鹹 動物性的肉不要吃太多 高粘的東西要避免 另外咖啡硬的東西要小心 還有脂酸 草酸的食物 也要特別注意 除此以外 我們善用今天老師的料理 就會保骨本了 好 謝謝劉醫師的叮嚀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師傅跟做法 也都會迫在年代 罵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同一時間我們的食譜健康的資訊 還有節目的預告 也會放在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